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秦刚在G20期间与法国德国西班牙啊这个外长进行会面 到底都谈了什么到底谈的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今天还会跟大家继续的啊 详细的解释一下 俄罗斯美国在G20期间进行的会谈 他到底啊这双方能谈出什么样的内容 首先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啊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看啊这个俄罗斯与啊这个美国布林肯拉夫罗拉夫罗夫啊之间的这个会面的谈的这个内容啊特别的尴尬 为什么尴尬因为被别人按着头啊如何看出来的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再继续的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啊美国和俄罗斯啊这个外长之间的会谈拉夫罗夫啊布林肯都谈了什么 从好几个媒体的报道啊有说的什么美国提出了三点有说什么布林肯要继续支持这个乌克兰 然后也有一些啊像什么美国之音的啊他报道的方式渐渐的咱们先聊渐渐的报道方式啊 为什么渐渐的啊 美国之音啊他报道说呢这个美国将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但他里边提到了一句话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布林肯啊对这个拉夫罗夫都说了什么 说的这句话太贱了我跟他没讲啊太贱了 就是说跟这个布林肯对拉夫罗夫说啊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规划规定啊来处理战争 然后布林肯说啊美国和乌克兰希望以此为基础停战啊 但一名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官员说啊可能啊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缺少的是莫斯科的这个这个决心啊 就是俄罗斯没有这个决心首先啊这个报道里面没有提到俄国人是如何回答的 我为什么跟大家说美国人布林肯这个这个问题的渐渐的呢 就是说美国之音报道这个在其他的媒体没有见着布林肯到底说了什么 但是总而言之你把布林肯这句话报道出来了 为什么简原因很简单 你美国支持了中国的立场了吗 拜登说的是什么 中国主持俄乌的和谈那不那真是不合理对不对 既不合理而且俄乌战争靠谈判想停下来不可能对不对 这都是你美国人的态度 你美国没有支持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吗 中国自打俄乌冲突开始的第一天开始就说 中国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啊 你美国那个时候是怎么跟中国顶着来的 对不对 中国占到了历史的错误的一方 谁他娘占到历史错误一方了 你现在美国人干嘛跟中国说出一样的话 中国那12点立场解决乌克兰危机 那12点立场的第一条就是啊 在联合国宪章啊 之下要解决这场冲突啊 要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啊 那12点的立场第一句就是这了 对不对 你美国呢 怎么这个时候开始重复中国人说的话了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俄国人没有直接的回答 你从这个新闻的报道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没有直接的回答 然后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官员就说啊 这个俄罗斯没有决心啊 没有决心来谈判 没有决心啊 来停战 其实啊 跟各位讲啊 你能不能看到就是美国人与俄国人的尴尬啊 美国人当然想要把俄国人碎尸万段 对不对 结果呢 还得被迫不得已的啊 要去跟俄国人来谈 这个被迫不得已是为什么呢 再解释一句啊 今天准备要跟大家讲的中国与 这个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这个外长级别的这个会谈 在G20期间啊 然后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为什么被迫不得已 要被中国人压着头去跟俄罗斯来谈啊 俄罗斯呢 其实啊 想不想打 想打呀 当然想打呀 乌克兰打不过俄罗斯啊 这就是现在最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我相信各位都看到了很多的消息啊 尤其是最近我老跟大家说的 你可以开一看 有一个小小的视频出来呀 送上乌克兰乌克兰送上战场的 都已经开始有些小女孩小男孩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画面 对不对 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再打下去 乌克兰人要打绝了 对不对 俄国人再怎么说 人口也是比乌克兰人口要多的 填人乌克兰也填不过俄罗斯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战争最残忍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说呢 对于乌克兰现在这种状况 然后的话 那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的话 那肯定要打乌克兰 眼看着要赢 对不对 乌克兰人打不过我俄国人 我俄国人就是要打 而且呢 对不对 我只要打赢了 我没准能赢麻 那么之前跟大家讲过 能够牵制欧洲 能够跟美国谈判 能够继续跟中国保持关系 俄国就赢麻了嘛 又重新啊 又恢复了大国的荣光 欧洲人受俄国人牵制啊 对不对 因为打完乌克兰 那就马上就要进入到了东欧啊 东欧那帮小国能打得过俄国吗 东欧完了就是德国啊 这些中欧的国家 对不对 奥地利亚这些中欧的国家 然后就进入到西欧了 然后啊 欧洲那是典型的传统上的 历史上的怕 惧怕这个俄国人 对不对 然后只要打下了乌克兰了 展示自己好强强好硬硬好棒棒 欧洲人必须要跟 被迫不得已的要跟俄国人来谈 那俄国人可以啊 对于欧洲产生影响力啊 让欧洲对于啊 这个俄国啊 有点配合的状态 那俄国接下来跟美国谈 跟中国谈啊 那么俄国就又赢马 对不对 俄国人当然想 但是俄国人为什么没有 然后跟美国人说的这个话 顶着来 原因很简单 那么你因为战争 也耗掉了自己的实力 有本事 对不对 一个月 两个月之内 把乌克兰吞了 能吞得下来吗 战场上表现烂 赖不得别人 对不对 首先啊 有有些同学也表示了担心啊 之前跟大家讲的关于啊 这个俄国向美国啊 放出声音啊 我要跟你来谈 就是因为那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啊 要跟美国来谈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啊 这个俄国退出什么新这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俄国人利用这一手放出了声音 让美国人倾听俄国的立场 代表了俄国人想要跟美国私下的勾兑 但是你要私下勾兑的话 你得实力充足啊 对不对 你跟美国私下勾兑 让美国放弃乌克兰 美国可不可以放弃 当然可以 刚才跟大家说了 有些同学担心 担心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俄国人与美国人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 大家不要怀疑 大家不要怀疑 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聊俄乌冲突 没有一方是认真的 如果俄国人是美国的主要敌人 美国就应该消灭俄国人 因为主要敌人是对于自己威胁最大那个嘛 对不对 第一号的强敌 第一号的敌人 天天都要威胁我 那如果是俄国人是美国人的第一号的强敌的话 那美国为什么不自己派兵呢 把美国把俄国打下来不就完事了吗 结果美国也没这样做 那俄国的首要的敌人是美国吗 当然也不是啊 对不对 当然也不是啊 美国也没有要啊 跟俄国拼命啊 也没直接派兵啊 对不对 然后俄国跟美国看起来啊 双方你死我活 其实本质上俄国跟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大家自己想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俄国跟美国私下沟通的话 那抛弃的就是欧洲与乌克兰 大家一定得知道这一点 抛弃的就是欧洲与乌克兰 然后影响的是谁呢 影响的就是啊 要和平啊 那个那个啊 要促进和谈的啊 那个那个指战促和的促谈的那个中国呀 对那欧洲受到了伤害 那中欧之间的贸易又受到伤害了 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欧洲与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欧洲是世界的三大市场之一啊 如果欧洲经济啊 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的话 那中国中欧贸易还谈个屁啊 对不对 那一带一路谈个屁啊 对不对啊 那中欧铁路修什么修啊 甭干了 对不对 中欧之间的贸易 因为战争啊 给断掉 美国与俄罗斯啊 分享了战争的利益的话 那那那那那行了 中欧中欧的所有的事甭谈 一带一路出现大问题 可是走到现在 为什么俄国人与美国人 哪怕是私下的勾兑 也没办法成功 这也就是啊 这美国与俄国之间的这场会谈啊 有意思的地方 尴尬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啊 美国也希望生的生啊 你俄国继续啊 表示那个啊 好硬硬的态度啊 对不对 俄国人也表现不出来 为什么呢 他也有所忌惮 美国也想像以前一样 对啊 我们的美国的代表 不能够跟俄国的代表 出现在同一场所 我要拉着我的盟友退席 对不对 美国以前干过呀 然后呢 现在也得表示一下要谈 就是说特别的尴尬 刚才那 刚才跟大家讲啊 就是布林肯 问俄国人那句话 特别贱 贱是贱 贱的原因是什么呢 希望利用俄国人的嘴 反对中国提出来那12点立场嘛 对不对 俄国人你出来说 然后呢 你反对什么联合国的宪章啊 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你你然后去这个停战 然后你反对 对不对 你俄国反对 反对完了之后 美国就可以做新闻了嘛 又得出一个大新闻 那就是啊 这个啊 中国的12点立场的第一条啊 俄国人就反对了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建的地方 但是能够看得出尴尬 双方不愿意谈 还得谈 为什么 G20期间 秦刚与法国 德国 西班牙的会谈 大家好好看一看 对不对 然后对于俄国人来说的话 其实真的是啊 非常非常的难 为什么呢 你谁让你实力弱了呢 战场上打得好 也行 美国人也是如此啊 你支持的乌克兰 战场打得漂亮 那也行 你好强 大家都得听你的 俄国人也是如此 结果现在呢 双方互相展示虚弱 在乌克兰打的一 打的一片稀烂那些仗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吧 让大家看到了 你们虚弱的时候 大家就要开始找出路了 这个出路也就来了 法国与德国 还有西班牙 咱们先讲一讲啊 就是详细之间啊 去与秦刚都谈了什么 首先啊 这个德国的这个贝尔伯克 对不对 绿党的贝尔伯克 天天喊着要与自己 与自己啊 这个德国意识形态相接近的国家交往的 这个贝尔伯克 现在开始跟中国来谈了 我不跟大家讲秦刚谈什么 我就跟他讲 像法国 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啊 这个这个法国的外长 还有西班牙的外相啊 说了什么 他说他们这些人说的这些内容都非常有意思啊 贝尔伯克啊 他表示啊 德国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很好 很好啊 愿同中方保持高层的交往 深化人文的交流 我注意到中方优化调整了防御措施 双方人员来往更加便利 期待尽早访问中国 你绿党你来中国干嘛 你说大问题了 你天天要与意识形态相接近的美国交往 结果怎么要访问中国呢 好奇怪 绿党的贝尔伯克啊 德方重视啊 中方关于解决政治 政治解决啊 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啊 希望中方为解决危机发挥重要的作用 德国人为什么这样来说 大家一定得意识到这一点 对不对 首先德国表示了啊 重视中国的那12点立场 希望中方为解决危机发挥重要作用 就中国啊 中国这个国家怎么要解决这个危机了呢 对不对 要解决俄乌的这个冲突的问题了呢 被迫不得已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像德国这个国家不是爱中国 欧洲这些国家也不是因为爱中国 要什么啊 跟这个主张要跟中国在一起 只不过是大家的利益相近了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中国的贸易的问题 中国的贸易越走越近 对于欧洲这些国家是有好处的 其实就跟那个舒尔茨啊 带着什么这个拉斯夫啊 西门子啊 大众奔驰宝马呀 对不对 然后来中国投资一样 不是因为人家爱中国 只是因为你发展的足够的好 人家才来 如果美国今年的GDP啊 这个世界啊 预测啊 各种经济组织预测啊 美国GDP今年涨10% 哪怕现在中国的GDP啊 各世界的各个啊 经济组织预测是6%的增长 美国涨10% 人家也得往美国去跑 别说中国6% 中国也10% 美国10%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家也是往美国跑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呢 人家不是爱中国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 大家利益绑定在一起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你好 我也好 然后你就没办法做出伤害我利益的事情 因为伤害我利益就是伤害你的利益 然后中国啊 给欧洲带来和平 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不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啊 通货膨胀啊 能源危机啊 粮食危机啊 难民危机啊 都会得到缓解 如果仗继续打下去 按照美国人那种讲法 谈判是谈不来的 对不对 战争不会因为和谈而停下 啊 中国主持啊 这个俄乌 俄乌的这个和谈啊 这这非常的不合理 这都是拜登出来说的话 按照拜登这种想法 之前跟大家讲过 背后的意思就是 欧洲人要继续的去打 因为谈是谈不出结果的吗 欧洲人继续打 继续给钱 继续支持 这就是美国人 对不对 美国人这个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那欧洲人要继续打吗 继续打 欧洲人能解决自己的通货膨胀问题吗 能源危机解决得了吗 粮食的危机解决得了吗 难民的危机更解决不了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办法 选择与中国绑定 要支持 要尊重啊 中方的这个十二点的立场 然后啊 选择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那在这个G20期间 向全世界展示一下 德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支持 对不对 德国人对于中国支持了 欧洲人对于中国支持了 美国就得忌惮 美国不然的话 原来一直在跟大家讲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发起俄乌的冲突 目的很简单嘛 那就是利用俄乌之间的这场战争 然后恐吓欧洲人 继续堵在北约的啊 余意之下 然后让欧洲人的利益 供给美国 对不对 美国就可以对欧洲 愚屈欲求啊 结果呢 现在欧洲人 欧洲人的选择是 我要跟中国交往 尤其是德国 对不对 尤其是舒尔夫 那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人家恨美国吗 是因为欧洲人恨北约吗 都不是 而是因为跟着中国有发展 跟着你美国 听你老拜登的战争没完没了 他们就得继续的吃亏 所以说呢 停下战争 人家开始想了 只要想到自己的出路 那以那个自主性啊 欧洲人也就有了 有了这个自主性 也就会知道 谁在伤害他们的利益 是明白了 谁是他们的敌人之后 那他就会站在谁哪边呢 对不对 尊重中国的立场 那接下来就是法国啊 跟大家读一下啊 法国的这个外长 科隆纳表示啊 法方高度重视啊 这个中法战略沟通的大国协调啊 这中国大国啊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法国的外长说的啊 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啊 丰富双边关系内涵 拓展科技 创新气候变化等合作的新领域啊 然后明年是中法关系的重要年份啊 法方愿同中方办好文化旅游年 全面恢复啊 人文的交流 科隆纳还表示啊 马克龙总统啊 积极评价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啊 危机延宕升级啊 各方付出高昂的代价 希望中方为尽快结束战争发挥重要的影响啊 法国人出了大问题 对不对 法国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能够积极评价中方呢 你怎么不跟紧跟美国老拜登的讲法 俄乌战争靠和谈是他结束不了的 对不对 你应该紧跟美国人 你应该积极评价美国总统老拜登的主张 怎么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了呢 要活 不过呢 大家还得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中法之间的交往 首先啊 这个科鲁纳表示啊 这个拓展科研创新气候变化合作新领域啊 就中法之间 这就代表了什么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了 王毅的欧洲之行是不是立棍之旅 王毅还没去欧洲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聊 对不对 中国就已经赢了一半了 为什么呢 这个经济上的交往啊 肯定 肯定啊 确定 非常肯定的要要进行了 就中欧之间的经济上的绑定 德国就不用说了吧 拉斯福都来了 重工业都来了 重工业背后还会带来一堆轻工业 对不对 都在中国了 这我就不用去强调 德国就不不强调去强 不去强调经济了 那法国现在说的很清楚啊 科研创新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就是新能源 对不对 中法之间经济上也要绑定了 王毅的欧洲之行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 经济方面 哎呀 这个这个东西已经非常非常稳了 现在尤其是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的问题 又会给中国在欧洲立棍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 中国在主持正义啊 中国要的是公平 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对不对 然后啊 大家也就看到了 马克龙啊 这个四月份啊 可能就要来中国访问了 而且呢 马克龙总统还积极评价那12点的主张啊 其实啊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个好事 是好事情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 人家不是爱咱们 而是因为咱们发展的好 就跟我刚才跟大家聊德国一样 你的经济不好 人家不会来的 你的经济不好 跟着你一起没有发展 人家骂你 人家离你远一点 对不对 骂你都先累 然后的话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中国啊 GDP10啊 美国GDP10 人家没准大头钱也得去美国 不见得来中国 对不对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说呢 他们这回跟中国的合作的加深 欧洲的国家跟中国的合作的加深 归根结底的原因 是因为咱们自己把自己做好了 而且呢 还跟他们的利益绑定 因为只有和平 好好发展的一个状态 中欧的贸易才能够啊 顺畅的交往 中欧的贸易 顺畅的交往 对于大家来说都有好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哎 开始求活路了 所以说呢 开始找发展了 开始找出路了 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好事情 在G20期间 在这种国际的会议的 这种场合期间 然后双方进行会谈 其实是给这个世界 看一看 我们在干嘛 就像我们啊 像我们啊 法国 我们中国啊 我们之间在谈谈什么 展示给展示给世界来看 我们要的是和平 其实这个态度展示出了非常非常的困难 美国也会也会在背后牵制啊 可是美国 美国的牵制 为什么没有用啊 法国 德国原来不都是美国的盟友吗 北约可以在欧洲 予取予求啊 那怎么走到今天 美国说了啊 和谈是谈不出结果的 和谈结束不了战争 结果走到现在 法国顶着来 德国顶着来 公开顶着来跟美国人 那美国人就得反过来被牵制了 如果说 美国人啊 没有啊 按照法国人 德国人想要和平那种状态去发展 还不跟俄罗斯来谈 而且还不要促进和谈 那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你美国不要和平 你美国真的是要坑死我们欧洲人呢 那我们欧洲人就要更加的坚定的 跟中国交往啊 就跟美国的通胀选减法案一样 你要弄死欧洲的汽车行业 那欧洲那边都激眼了 欧洲议会之上 冯德莱恩出来说 我们要跟中国合作 为什么 走出路啊 你美国是不是要弄死我们 对不对 你美国真的是要弄死我们欧洲吗 那好嘛 那你是我的敌人 那我就找你的敌人合作 或者说我找出一条出路出来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法国坚定了 德国坚定了 西欧的主要的两个大国 欧洲的大国都坚定了要跟中国的合作 美国人就会被反过来牵制啊 但是大家得记住 单纯屏障的 欧洲的力量 像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力量 俄国人不会听 乌克兰人也不会听 就跟德国的总统 往乌克兰去跑 然后去跟乌克兰谈战后重建的问题 结果被泽连斯基弄了一个大难看的 打脸回来的 你给我七千个亿 德国人给我七千个亿 就直接这么伸手 单独凭借他们的实力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那个俄国人也不会啊 给欧洲面子 可是中国人十二的立场一来 欧洲人想要和平的这个心啊 就得到了释放 中国的立场一来 美国就不得不忌惮中国 不然的话 欧洲人完全倒向中国了 那你美国怎么办 这就是美国最尴尬的一个地方 被迫不得已压着头去跟俄国来谈 如果美国不去谈 不去展示要和平 欧洲人就更加的坚定的站在中国一方 那你美国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你美国啊 那就真的是完完全全要丧失欧洲的老盟友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西班牙啊 西班牙的这个外相啊 阿尔瓦雷斯啊 他表示啊 西中也就中西啊 是重要的经贸伙伴 两国互利合作成果丰硕 西班牙愿同中方一道啊 为双方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提供便利啊 将共同办好中西文旅年系列活动 在中国设立更多的西班牙文化中心 增进两国人民友好 西班牙下半年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愿积极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我们赞赏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重视中国的大国的地位和影响 期待中方助力欧洲恢复和平 西班牙这个表达非常非常重要 西班牙还表现了一下我 西班牙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非常的重要啊 你中国必须得重视我 为什么呢 我们啊 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就是欧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了 我们西班牙 我跟各位讲 西班牙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 为什么说着说着乐起来了 因为西班牙这个外外交大臣啊 之前就已经啊 就是真的是奉承中国啊 这西欧的这些国家 西班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露脸的国家呀 就中国是一个啊 传统的文明的古国 走到现在还是大国 中国在这个世界非常重要 西班牙这个国家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啊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就是说在这个俄乌冲突开始之前 西班牙就狂吹中国 走到现在刚才跟大家讲完法国德国 西班牙这个态度其实是最最吹捧中国的一种状态啊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 还是那句话不是因为人家爱你 还是你把自己做好了呀 你如果对于别人没有利用的价值 人家催你干嘛 你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人家理都不会理你 这个世界归根接底还是看实力的啊 非常非常的残忍 非常非常残酷 没有任何的办法 归根接底 你不能指望别人 归根接底 做好你自己 然后西班牙啊 然后呢 说自己啊 下半年成为欧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简单 那就是中欧的投资贸易协议啊 就是中国的投资协议啊 是不是马上就要上路了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你就看着欧西班牙这个态度 对不对 中国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 期待中方助力 欧洲恢复和平 赞赏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西班牙上来就是赞赏 其实这个东西啊 就已经很明显了 欧洲人这个态度 也不会因为什么来改变 但是美国人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的背叛欧洲 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要 把欧洲人坑死 美国没办法展示这种态度的一个情况下 就去跟俄国人来谈了 欧洲人的立场坚定 欧洲人有了自主性 然后美国人就被迫不得已 要给欧洲带来和平 起码你展示一下 要跟俄罗斯人一起解决这场战争的态度 对不对 然后只要有这种态度了 其实对于美国人尴尬也就尴尬在这 对不对 对于布林肯对于美国人尴尬也就尴尬在这 被迫不得已要去跟俄国人来谈 被迫不得已要迁就着欧洲人跟中国人想要和平那个心态 然后去跟俄罗斯来谈了 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损失掉欧洲这些盟友 可是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为什么呢 看到了你的虚弱呀 啊 原来我们欧洲人跟中国人站在一起 你美国人就顺从我们了 那下回我还要继续跟中国站在一起啊 这就是美国尴尬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对于对于俄国人同样也是如此啊 俄国人不听话 俄国人不乖 那你就看一看白俄罗斯 对不对 你再看一看中亚五国就行了 损不损失啊 自己的利益自己想 对不对 然后的话咱们还得讲一下关于那个 美俄之间谈了三点三点啊 这三点也很有意思 双方明明是不愿意谈的 但是还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下 我们没有毁掉和谈 对不对 你是有成果的 这个成果还能继续往下谈 确实是如此啊 首先啊 这个布林肯表示啊 这个像这个拉夫罗夫啊 提出了三点 美国会一直支持乌克兰 直到战争结束啊 俄罗斯应应该收回暂停旅行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的决定 莫斯科应当释放因间谍罪 在俄被捕的美国公民保罗韦兰 然后俄方暂未对二人谈话的内容 这个置评 但表示啊 布林肯提出 这是布林肯提出来的啊 与拉夫罗夫进行会谈 责任这三点 为什么可以保证美俄之间能够谈下去 双方根本就不愿意谈 对不对 美国想要赢马 俄国也想要赢马 根本就不愿意谈 但是呢 也得展示一下我们要和平了 首先啊 第一点 美国支持乌克兰重不重要 不重要 真不重要 为什么呢 支持乌克兰 中国也支持啊 对不对 中国尊重 不仅支持 人是还尊重呢 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于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啊 对不对 你支持过来爱支持支持 这不是个问题 第二点 你暂停那个旅行 那个那个收回 暂停旅行 那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这个东西啊 你收不收回都无所谓 俄国也可以啊 做出一个姿态 我收回暂停了 对不对 我重新要尊重这个条约 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好事 对于俄国来说也不会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释放那个因间谍罪在俄被捕的美国公民保罗伟兰 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有点间谍上的问题 大家如果愿意谈的话 释放一下 也不伤害 大家的利益 对于美国 对于俄国来说都好看 其实这三点都不难 美俄之间要进行和谈 对不对 解决俄乌的问题都不难 但是俄国的态度也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你俄国听不听话呢 咱们就等着看就行了 其实尴尬也尴尬在这 俄国呢 想要的是什么呢 北约东扩这些事情 你美国如何来说 对不对 因为发起俄乌的这场冲突 俄罗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约东扩 但是俄国人没有提 因为俄国人想要赢马 大家知道吗 就是想要真的是把乌克兰打下来 获得能够牵 牵动欧洲的这个力量 也能够啊 跟美国直接来谈 筹码变多了吗 对不对 你打下来乌克兰筹码变多了 这个俄国人是真的是不想谈 如果想谈的话 你就直接提北约东扩这些问题就行了 对不对 包含美国制裁俄国那些东西啊 斯维夫特制裁 你美国要放松下去 俄国人是依据都没提 这不是一个和谈的一个态度 但是的话总而言之啊 美国提这三点 让双方还能继续谈下去 这就是一个好现象 这个好现象是如何啊 产生的呢 中国那十二点立场啊 没有中国这十二点立场 单凭借欧洲人自己的力量 也不可能来谈 只有中国这十二点立场一出 然后呢 中国啊 下定了决心 要解决啊 这个俄乌的冲突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中国也就开始发力了 发力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于美国施加压力 对于欧洲那边 对你们要明白自己要什么 要和平 只有明白这些 美国也就有了压力 美国有了压力 就得向全世界展示要和平的态度 对于俄国来说也一样 大家记住啊 然后你想要成为这个中人的保人 你想要解决俄乌冲突这些问题 你必须得保证 你能够向各方施加压力 不单纯只是向乌克兰 向欧洲向美国施加压力 向俄罗斯 你同样也得保证自己有这个实力 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不然的话 事情很难解决 12点立场 给欧洲带来和平很难出现 对于对于怎么样 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跟大家也说了 白俄本身是美国的禁乱 结果走到现在 对不对 开始啊 这个向中国完全开放市场 开始使用人民币 而且啊 完完全全的赞同赞赏 中国那12点立场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再打下去 再消耗自己的 自己的实力 你赢马不了 对不对 对于美国来说是如此 对于俄国来说也是如此 中国只有展示了这种能力的话 才能够给大家带来和平 大家一定得看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吧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在这一场G20期间 已经让大家能够看到 欧洲的和平 有希望了 然后谁不给大家带来和平 谁就是大家的敌人 这也就是什么呢 这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啊 你不给大家带来和平的话 你欧洲要抛弃美国 不跟美国站在一起 跟中国站在一起 俄国啊 不想要啊 给大家带来和平的话 那俄国自己 自己掂量 中亚五国 白俄等等等等 很多的事情 你千万别伤害大家的利益 你要成为大家的敌人的话 世界的孤儿就是你 实力下降了 俄国可能真的会出现大问题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啊 现在世界上发生的大事G20 咱们看到了中国 到底怎么样了 中国有十足的实力 保证这场和谈的进行 美国也得被迫去谈 俄国也得被迫去谈 总而言之吧 期待这场和平能够到来吧 接下来咱们看啊 未来还有会有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好